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昨天做了一段影片,有關於英國的移民政策會不會收緊 香港人做了一些事情,會不會令到一些文化的衝突 令到英國人覺得香港人對香港人的眼相看 又或者對香港人有些負面的看法 很踴躍,有回應,我自己覺得挺好的,這種互動我覺得很喜歡 因為老老實實,雖然我做Youtube 我都強調我不是什麼KOL 我不會站在一個角度說,我說這些是對的 我站得高,站得高,看得遠 所以你們就要聽我說 我不想用這個角度去說這個問題 雖然有很多Youtuber都是用這個角度的 但是我不會用這個 身為去說這件事 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我看到有些觀察 會有些看法 我就說出來,我未必完全對的 我的結論也可能是錯的 所以有不同人給意見,令我學了很多東西 比如有觀眾就說,你不要再說這個話題了 因為你說了很多次 香港人在這裡做的事情,什麼事情,怎樣怎樣 我覺得很厭 香港人怎樣怎樣,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你不如不要浪費那麼多時間 節省一點就說其他事情,說一些時事話題 我覺得這個說法當然是一個 叫我不要說這件事,不要說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回應對我來說 我當然會想一想 我是不是說了很多 又或者我覺得這個話題是不是 大家不喜歡聽 我跟其他觀眾的反應來說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他們是喜歡聽的 無論是選擇留在香港的人 又或者選擇離開的人 尤其是那些在想會不會來英國的人 他會喜歡聽這個話題 他會想通過我的口中 通過我的親身體驗 去了解多一點 究竟 英國是怎樣的 當然我 不能說我可以 說得完全正確 英國人就是怎樣的 英國文化就是怎樣的 例如也有很多網友留言 英國人是這樣的 很懶散的 做了一件事就去喝喊茶的 又沒有手尾 又很脫漏的 英國人是這樣的 所以他就沒有什麼進步 為什麼現在會這麼沒落呢 是有原因的 英國人就是這樣的 這個說法 我覺得很無端 最初的時候我都會這樣想 英國人是不是這樣的 後來我認識了一些本地的英國人 跟他們聊天 例如我舉個例子 英國人教兒女的方法 跟我們教兒女的方法很不同 英國人是相對地 比較放心的小孩 讓他們去探索 讓他們去冒險 例如我去到一些海灘 看到一個很小的小朋友 可能是三、四歲 父母就坐在海灘上面 看到小孩一邊走出來 一邊走出來接著水 他都不會叫住他的 他都不會走出去 撒回他回來 我說英國人是不是這樣的 我們香港人就不同了 看到他一碰到水 當然是喝著他 當然是出去 拖著他的手回來 原來一個浪 就蓋住了 這個本地英國人就這樣說 不能一概而論 不是每個父母都是這樣的 不是每個父母都是這麼放心的 但是他們看這個所謂危險 所謂的risk 看法可能每一個人都不同 跟香港人都不同 這位英國朋友的回應 對我來說 當然 可能 他說話 比較客氣 比較客觀 對於香港人很蛇龜 很緊張 他就覺得英國人也有些會很蛇龜 很緊張的 就不會一下子說香港人有什麼不好 英國人有什麼好 或者英國人有什麼不好 香港人有什麼好 他不會 他也不會覺得這樣做 他會覺得 一足夠打殺 一船人 太快 跳去結論 對於我這個香港人來說 會不會覺得 有些負面的感覺 可能他會客氣 但客觀上 也是 凡是所有的東西 我們不要說 英國人是這樣的 很懶的 做事 經常錯了 對於英國人來說 也會造成一些傷害 所以我希望日後 我說的時候 我不會 一足夠打殺 英國人是這樣的 希望朋友說 你說英國人是這樣的 我們個個都知道 英國人有很多不同的人 紅黃藍白黑都有 我們怎麼能夠說英國人就是這樣的 有些很不負責任 也有些很負責任 有些做事很嚴謹 也有些做事很脫漏 畢竟是人 香港人也是這樣 但普遍地 英國人是 比較重視 Work Life balance 即是 工作和生活 有一個平衡 香港 就因為整個環境下 他們是比較扯的 都是 都是不能一個而論 當然有些人都是做事很慢 好起定神閒 香港人都會是這樣 但是說了這件事 我今天重點不是說這件事 我重點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我表達 不是那麼好 那麼我看到有不少人留言 他都覺得就是說 你意思就是說 有事你也不要投訴 不對的 這個很典型的 很典型的其中一個回應就是這樣 他說 不同意芯哥的想法和說法 其實是 潛意識地反映出 很唐人式的軟弱怕事 即使寄人離下 凡事都要合理地 據理力爭 當然 不是沒有禮的 過度去投訴 英國人 效率 極低 就是我剛才說的 英國人 點點點 不值得欣賞 和雙重標準 這樣去過分遷就 應該將 一些香港的 效率精神 去灌輸 和影響 一定要有要求 英國 吸納 不少香港人才 也要懂得 吸收香港人的效率 和優點 互相影響學習 否則 在英國裏 香港人 只會勞性地做 信民 漸漸 就會沾上 英式的 低效率 得過且過 盲目地崇洋 追隨一些不正確的服務手法或制度 學 和講好英文 學懂 合理地 據理力爭 去說服英國人 服務首時首承諾等 反而 更重要 第一 寄人離下這幾個字 在人屋蟬下 就不能夠不低頭了 很多人都說 移民是這麼想的 應該這麼想的 寄人離下 我不是這麼想的 我完全沒有寄人離下的心態 因為來到這裏 有BNO的 可以投票 大家在政治的權利上 是均等的 你可以打工 在經濟的權利上 都是相對地平等的 雖然你說 找工作很難 沒有本地的經驗 Local experience 很難找到一些長工做 很多人都會這樣 但是很努力 你都一樣找到工作 失業率嚴重 找工作困難 不只是新的 新來的香港人 是面對的 本地人都很面對的 即使你是 讀完 博士 讀完這個學士 讀完這個 碩士 讀完博士 會不會好一點 我不知道 一樣是找工作很困難 因為你沒有本地的經驗 很平等的 所以我 沒有什麼寄人離下 作人屋蟬下 不得不低頭的感覺 可能是我表達能力 不太好 覺得我 叫人不要投訴 如是 忍氣吞聲 咳一聲吞了他 譬如有些人說 他說不應該去到外國 凡事就低聲下氣 遷就英國人 不是他們所有東西都適合 香港人不應該建立華人容易 在西方社會表現出的勞性 更懂得有禮 但是有自尊地說不 教懂英國人一些香港人 值得他們學習的地方 包括效率 彈性 轉彎 執生 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文化之間應該互相正面影響 凡事低聲下氣 並不代表一定有禮貌 外國人不一定欣賞 說人要舉你力爭才可以融入 以及在香港 社會 適者生存 在英國 在西方社會適者生存 應該將香港人好的一套 帶到英美加 港西合併的思維 更加健康 港西合璧的思維更加健康 他不懂 不懂寫個璧字 寫到BI字那個璧 我看完之後 這個又是 對不起 我又這樣 挺香港人的想法 我同意 我同意 凡事是據你力爭的 我同意不應該低聲下氣 不應該對於 不合理的事事而不見 這是不對的 不單止你是疑不疑問 你對一個 普通人都是 明明不對的 為什麼你完全不出聲呢 但問題的關鍵是 怎樣出聲 怎樣說 怎樣說才令到對方會接受 什麼叫做合理地據你力爭 怎樣拿裂是很重要的 我同意據你力爭 我同意有禮貌 我同意要合理 又不是一定過份有禮貌 我同意要合理 而不是 但是什麼叫做合理呢 怎樣拿裂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 百分之百重要的 我在這裡也舉個例子 那個不是本地英國人 我搭的士 那個人是來自非洲 一個非洲的 黑皮膚的朋友 他很健談的 不停地跟我們聊天 但是口音很重 我不是很明白 他說什麼 所以 就批准來批准去 說了兩次三次批准的時候 Sorry I can't understand Pardon me 他就開始有些情緒反應 的士司機大陸 有些情緒反應 I'm speaking English I'm speaking English 即是說我講英文的 即是說我講得不好 當時我 馬上的回應就是 其實我真的覺得 我聽不到他講什麼 他很重口音 但我的回應就是 這個不是你的問題 是我 我是新來 我的英文的 聽的能力 一般 It's my problem 他馬上的反應就是 他完全順暢 他就笑笑口說 OKOK No problem 於是他慢慢說 於是他慢慢說 我就慢慢回應 那是否叫做低聲下氣 從某些香港人來說 這種回應是低聲下氣 明明是你說得不好 明明你是重口音 我不可以說你錯 我不可以說你重口音 說你的 accent很重 所以我聽不明白 為什麼你說是你的問題 這個又是對又是不對 在英國 有很多地方都是重口音 例如 我去到這個 Lioccaso 那些人說英文我真的聽不明白 那些人說 很難聽的 是重口音 他重口音不是他的問題 他重口音是 我聽不明白是我的問題 因為 他的重口音很多人都聽得明白 本地人就聽得明白 習慣了就聽得明白 是我的問題 他重口音不是他錯 所以說 It's my problem 我覺得我說得對 我不是低聲下氣 所以有些事 不要以我為主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永遠都覺得我完全適合 譬如 我不是說 不主張別人投訴 當你發覺他做錯事 脫漏 你是要投訴 如果不是他不知道他錯 又或者他不覺得 他這樣錯是錯的 或者這樣脫漏是錯的 你要投訴 但問題的關鍵就是 如何拿捏你投訴的 內容 你投訴的語言 某些香港人 我自己這樣說 是很喜歡投訴 而且他的心態就是 你搞錯我的東西 你累到我的雞毛鴨血 我要投訴你 連工也沒有 你死不認錯 我要 寫花你的紀錄 讓你沒得升值 有些人是這樣的 有些 當然這個我想極少數 如果把這種壞習慣帶到這裏 就會很嚴重 你是對人不對事 那我就說你投訴是對的 又說你當下跟別人說是對的 說出他做得不合理的事情是對的 但你的目的是 想解決那個問題 而不是誅死那個人 是不是 這個很重要 譬如 有些人很心急 你知道英國人部分 他不會那麼快回應你 有些人很心急 上午寫完一個email 下午又來了 下午寫完那個email之後 發覺他不回應 第二天 他就寫給他的上級 寫個email 除了說這件事之外 就說他的下屬不回應 然後到下午又不回應 又再寫給他的上級的上級 繼續投訴這個員工 那 當然是收到了 人家整個機構 然後人家回應你的時候就告訴你 我收到了 麻煩你 等一等 我們會 答覆你 他很有禮貌 但是 他們的員工 收到那麼多email之後 他們的機構就對這一位 香港人 或者對這一類的香港人 就會 有自己固定的看法 原來香港後人就是這樣的 他們都會的 很煩厭 為什麼 上午一個下午一個 第二天是一個 第二天下午一個 連續那麼多個 不用這樣 是吧 那我就觉得 不需要了 就是你觉得 对于不合理的东西 你要据你力争 不过你拿捏得不好 而且里面的措辞 好像非要 非要诛死这个人不可 那我就觉得 对于人家对于 香港人的印象 就会有点负面 还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这位朋友 他说 我们是 当然不是没有礼貌 不过英国人效率极低 不值得欣赏 还有 用双重标准去 过分遷就 应该将一些 好的香港效率精神 去灌输和影响他们 对他们一定要求 然后就说 香港人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教懂英国人 一些香港人 值得学习的地方 效率弹性转弯 执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个就是 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 我真的不敢 如果你在一个职场里面 你见到你的同事 他做事的方式跟你不同 你就收到一个email 你三分钟就立刻回应 人家可能会等一天才回应 那你就说 别人呢 懒散 效率低 是吧 不懂得转弯 不懂得执生 我现在教你 我们香港人就不是这样的 我们香港人很棒的 做这个customer service 一定要很快回应 不然我们上司就会诈认的了 我们有一个回应的一个服务承诺 三个钟头两个钟头里面 就要回答别人的了 甚至马上要回答 你觉得你那套 就是能力的 别人那套就是不能的 你是 比他高级很多的 比他能力很多的 于是就说我教你 我们的效率弹性转弯执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 都比你英国人好 你应该向我们学习 当然未必一定这么说 未必一定这么说 可能会很有礼貌地去说 我们怎么好 你们怎么好 要合理地这么说 但问题就是 听在一些英国人的耳朵里面 他们有什么感受 你知道你多合理 多远转到他们有什么感受 他们可能我反应就是 为什么你觉得你那套好 我觉得我那套不好 为什么你觉得你比我能力 是不是 就是这种心态 这种就是我是你老师 我比你能力 我要教你这种心态 无论你怎么远转 你怎么有礼貌 怎么合理说出来都好 你都是要顾别人的感受 你凭什么反正真的不好 有些人说他做了一切 一定要喝杯下午茶 就是在工作中间 够钟了三点三 真的喝杯下午茶 有没有搞错 做完它先 为什么你觉得 这样喝杯下午茶 有什么问题呢 人家可能是几百年都是这样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作式的办法 为什么你觉得又不行呢 香港人不是 香港人我吃完东西 我到下午最多在一个桂冬里面 拿排巧克力出来咬一下 我当我没有电的时候 我不会来那个工作崗位 我继续在电脑前面 就是继续做事的 现在在香港都教继续安健 坐一个小时都要起床 拉一下筋 都教了 不要八个小时坐在电脑前面 人家喝杯下午茶 是令到自己的头脑清晰一点 可能更加提高工作效率 都不顶的 又或者你买 他是这样的 很懒的 人家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那你凭什么觉得 这样做是很有问题呢 你怎么去教别人 你的工作效率 不要喝咸茶了 最多咬一口巧克力 那些energy bar你就算了 你肚子饿了 为什么一定要学你呢 我经常说 为什么你那里是好 别人那里不好 是不是 如果你用一种我那里好 我来到这里了 你吸纳我们这么多人才 我不知道你朋友是否已经来了英国了 你应该是把我们的好处融入你们的地方 要不然你就浪费了 你觉得这种态度是一种什么的态度 当然 这个不是所有香港人都一定不是的 是不是大部分香港人的思维的模式呢 我不敢说了 如果你有的 你就可能需要想一想 为什么我会这样想的呢 是不是 去说服英国人服务 守时守食乐 要说服他们 要教他们 是不是 要学责 如果不是 香港人只会是劳性做信民 为什么你觉得这样就叫劳性做信民 顺着人家的文化 我们谦卑一些 去了解多一些 为什么他们会是这样的 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做 而不是一味觉得他们比我们差 他们很不够 老实实 他们很不够 为什么你要来呢 是不是 我不是说不投诉 我强调不是不投诉 我也同意要合理地投诉 有礼貌地投诉 不过 为什么拿捏什么叫合理 什么叫有礼貌是很重要的 你写个email 你用的操词 有没有冒犯人家 就是英国人是很重视 你说的说话 你用的字眼 有没有被冒犯的感觉 一被冒犯 人家就会觉得 哦 我做事会打折扣的 我不会这么急 我觉得被冒犯 被冒犯呢 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那你可能会说 你做错事嘛 你做错事想着不被人骂 香港人就会这样想的 部分香港人 我常常讲的 你做错事不被人骂 是 做错事不是一定要被人 很没礼貌地冒犯的 做错事你就说我做错事了 我就改变他了 不一定要被冒犯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怎么拿捏 这个都是文化的差异 我 我在学习之中 我相信 我这个学习是永无止境 无忧止地学 怀着一个谦卑的心 怀着一个谦卑的心 不是等于劳勝 接受不合理的东西 怀着一个谦卑的心 去了解多些 人家的表现 为什么会这样 不要一下子跳去结论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 我也是这样说的 你觉得这个题目 对你来说没有兴趣 甚至是讨厌的话 你看这个标题之后 你可以不听的 我强调 但也有人很喜欢听的 有些人很喜欢听 那我就继续说了 我不是为一个人服务 也不是为部分人服务 我为很多人服务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必然的这个社会 香港人也是一样的 不过香港人是好表达他的看法 他的爱憎喜悟很快表达出来 我多谢你们 知道有些人真的很喜欢 有些人真的很不喜欢 好 聊到这里 好 继续支持我批长的你们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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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